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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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周样硬化》杂志上的研究指出 辅媒Q10对于使用他听类药物引起的肌肉疼痛并无改善的效果 另一则文献分析指出 摄取辅媒Q10对于改善药物引起的肌肉病变并不存在任何明显的好处 并对他听类药物引起的肌肉病变也无法带来明显的效果 目前所知的研究为小样本试验 因此还需更多研究进一步来验证 二 减缓心脏病症状 罹患心脏病时 心脏肌肉一旦缺乏足够的氧气容易会引起胸痛 在13项心脏衰竭的炎就回顾发现 每日摄取辅媒Q10连续12周后 能够改善心脏血液的流动 并可有效减轻心脚痛相关性的疼痛 此研究中还指出 心脏衰竭的患者在补充腐霉Q10后 减少了住院的次数 并降低了心脏相关问题造成的死亡率 此外在2016年时 考克兰文献回顾指出 腐霉Q10并不会影响血压 2017年时 对心理衰竭的患者统合分析显示 腐霉Q10能使患者死亡率降低31% 并能提升运动的能力 在2021年时 重新进行的大规模文献回顾中指出 每日服用腐霉Q10补充品后 死亡率较低 但对心脏疾病的预防方面 结果并不明显 尽管研究的结果不一致 但腐霉Q10已被证实 可改善充血性心脏衰竭的症状 并可能有降低血压的作用 并有另一则研究指出 腐霉Q10与其他营养素结合时 可能有助于心脏绕道手术 与心脏拔摩手术后的康复情形 3.减缓偏头痛的症状 罹患偏头痛时的大脑 可能会有能量代谢时的障碍 此时立腺体异常 会导致脑细胞的能量不足 并引起偏头痛等情况 由于腐霉Q10主要存在立腺体之中 因此有研究指出 腐霉Q10可能会有效减少偏头痛的频率 与持续时间 以及严重程度等情形 所以对于偏头痛的治疗上 会有所帮助 其研究中还显示了 氧化压力 与自由基的产生 以及炎症等因素 可能是导致偏头痛的诱因之一 并且腐霉Q10有减少诱因 以及提升细胞产生能量的作用 所以可能有助于 缓解偏头痛相关性的症状 并在回顾五项研究中发现 腐霉Q10可能会有效降低儿童 与成人偏头痛持续的时间 与发作频率 另一则在2017年的研究指出 腐霉Q10可能有助降低头痛的频率 与减少持续时间 以及减缓症状等作用 在一篇文献统合分析指出 与安慰剂相比下 腐霉Q10的摄取 能减少每个月发作的天数 以及持续的时间 但发作时严重的程度 与频率并没有显著的改善 在另一项研究中 有45名女星 每日摄取腐霉Q10 连续三个月后 与安慰剂组相比下 偏头痛的频率与严重的程度 以及持续的时间 有明显的减少 腐霉Q10缺乏的儿童 与青少年 发生偏头痛的情形 会较为常见 并经过检测后 确定在有缺乏情形时 进行相对应的补充后 症状可能会有所改善 无论在单独使用腐霉Q10 或与其他营养素结合使用时 都被证实 能改善偏头痛的情形 并能有正面的益处 目前上述相关作用 还属于小样本研究 所以 仍需更多试验 来进一步证实其效果 4 提升体能 疲劳是平常生活之中 最普遍的症状 一般被描述为缺乏活力 与耐力降低 并需要长时间的休息 当疲劳时会影响技能 与知识 以及训练时的状况 在职场上 疲劳 容易会造成工作积极度下降 反应时间延长 警觉性降低 注意力不集中 心理 记忆 协调 与讯息处理 以及判断能力变差 一项研究指出 腐霉Q10 可提升身体耐力与活力 因此常作为运动员的补给品 增加体力 缓解运动后的疲劳感 进而提升整体运动的表现 另一则研究指出 经物理诱导疲劳 摄取腐霉Q10后 能有助改善疲劳感 并且主观疲劳的感觉 与恢复其 都比安慰剂组来得少 这可能是因为腐霉Q10 参与能量的产生 进而提升体能 所以改善了疲劳等症状 可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 因此 还需更多研究来证实其效果 五 血压调节 高血压 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 当血管压力的持续升高 会造成 血管 心脏 与大脑 以及肾脏等损害 一项系统性文献指出 腐霉Q10的摄取 能有助降低收缩压 在持续摄取的五年内 降低了收缩压与舒张压 更让中风的几率 降低了35%到40% 并且冠心病的风险 也减少12%至16% 研究中 也显示出了腐霉Q10 对血压调节有正面的益处 可目前为小样本研究 因此 仍需要更进一步实验证实 六 提升人工生殖受孕几率 从1978年时 使用辅助生殖技术 第一个婴儿诞生以来 想克服不孕症 使用辅助生殖的人数逐渐增加 在一则系统性文献分析指出 腐霉Q10的摄取 与安慰剂 以及不治疗相比之下 摄取腐霉Q10后 受孕率较高 但在流产 与活产的几率方面 并无发现有较为明显上的差异 腐霉Q10的摄取 能有助提升不孕症女性 辅助临床生殖的受孕几率 可目前的试验结果 还属于小样本研究 因此 还需更多试验与研究来证实 7. 调节血脂 当血脂异常时 立腺体功能容易会被损害 造成自由基 与活性氧的生成增多 导致内皮功能 以及慢性发炎等障碍 血浆脂蛋白浓度的升高 是心血管疾病中 独立的危险因子 有研究指出 65岁以上 高血脂症的发病几率会较高 其中男性约25% 女性约有42% 一项系统性文献分析指出 补充辅媒Q10 能显著降低 三酸甘油脂的水平 可在改善总胆固醇 与低密度脂蛋白 以及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的水平 并无明显的帮助 另一项针对409名参与者 进行6个受控试验的 惠罪分析指出 辅媒Q10 能够降低血浆脂蛋白浓度 但并无对血脂其他影响的 报告结果 辅媒Q10的补充 可能对代谢性疾病患者 血脂调节有正面的帮助 但还需更多研究 进一步证实其效果 八 改善疾病的相关性疲劳 疲劳是最常见的症状之一 一般会伴随疲倦与顺意 使得工作能力 以及动力下降 其中 非特异性症状的疲劳 与许多疾病相关 如贫血 流感 癌症 糖尿病 腹腔疾病 心脏衰竭 急性肝病 与睡眠呼吸暂停 以及甲状腺功能减退等症状 都可能会出现疲劳的情形 一项安慰剂对照研究的评估 辅媒Q10的摄取 并无法改善疲劳的情形 与生活品质 而另一项研究指出 在摄取辅媒Q10后 改善了疲劳与忧郁等状态 研究时 疾病相关性的疲劳 改善的结果并不一致 因此还需更多实验 确认辅媒Q10 对于改善疲劳的效果 9 改善血管内皮功能 血管内皮 是较为活跃的单层细胞 覆盖在血管内腔 可使血管壁 与循环血液隔开 是一种高度选择性的屏障 与代谢活跃器官 在止血与血栓形成 局部血管张力 氧化还原平衡调节 与动脉管壁内疾性 以及慢性发炎反应等 都有其重要性 许多的证据显示 内皮细胞功能的障碍 是动脉周样硬化 第一个可是别的迹象 并且在动脉周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 在发生前就已经开始产生 一项动物实验 有动脉周样硬化的 动物模型小鼠 在摄取辅媒Q10后 能够抑制血管壁 与动脉周样硬化斑块 形成的情形 另一项研究 对实名健康的男女 每日摄取辅媒Q10 连续摄取10周后的结果显示 单核细胞整合素的表达 有显著的降低 显示辅媒Q10能够抑制动脉周样硬化 其中一种潜在的机制 并有一篇文献统合分析指出 辅媒Q10能够透过血流借导扩张的作用 改善内皮功能 分析中透过硝酸盐借导的动脉扩张评估发现 内皮功能固定的效应模型 并无明显的改善 辅媒Q10并在可抑制低密度止蛋白氧化 与动脉周样硬化 显示出其中的可行性 并且可能在改善血管内皮功能上 有正面的益处 可目前上述相关作用 还属于小样本的研究 因此还需更多研究 进一步证实其效果 10血糖控制 辅媒Q10可能促进血糖水平的控制 与预防胰岛素的抗性 并可能减少氧化压力 一般糖尿病患者 辅媒Q10的水平可能会较低 并且抗糖尿病的相关药物 有可能会降低体内重要物质的储存 因此 罹患糖尿病的成年人 容易会因为多种因素的关系 提高死亡风险 此外 也会提升罹患其他各种并发症的机会 一项文献分析指出 辅媒Q10的社区 能够改善血糖与血脂的控制 在2018年时 一项统合分析中 辅媒Q10被认为能够提高 胰岛素的敏感性 并且也能够调节血糖的水平 另一项对罹患糖尿病性神经病变 进行的研究发现 每日摄取辅媒Q10连续12周后 有可能改善糖化血色素水平 以及胰岛素抗性等作用 并与安慰剂相比之下 还可能降低氧化压力 以及有害化合物的产生 在一项12周的研究 有50名罹患糖尿病的人 每日摄取辅媒Q10连续12周后 与对罩组相比之下 血糖与氧化压力 以及胰岛素抵抗力 都有明显的减少 在另一项研究中指出 辅媒Q10可能有助于减少 糖尿病患者的低密度脂蛋白 与胆固醇 以及总胆固醇水平 进而减少心脏病的风险 并能减少自由基 在摄取辅媒Q10后 对第二型糖尿病的血糖控制 会有所益处 但目前还存在风险偏差 以及一直性 因此仍需要更多研究加以佐证 11 改善发炎指标 发炎 是生物组织对于伤害 与病原体的入侵 以及刺激物的生理反应 并且会有局部血流的增加 引起的温度上升 发红 肿胀 以及疼痛等现象 短期与急性发炎时的情形 是生物体特有的保护机制 主要的作用是为了排除有害的刺激物 并启动自愈作用 长期与慢性发炎 被认为是造成多种慢性疾病 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有一则文献统合分析指出 辅酶Q10的摄取 有显著降低C型反应性蛋白 与白血球界素6 以及肿瘤坏死因子的作用 这可能与辅酶Q10的抗氧化 与抑制和转路因素的活化相关 辅酶Q10 具有降低多种促炎激素的作用 在研究中 还存在有高抑制性 因此仍需更多研究证实其作用 12 有益心血管健康 心脏衰竭 是因为心事无法有效地将血液蹦出 与松弛功能的损害 又以先天性心脏病最为常见 辅酶Q10 因为具有抗氧化的作用 能够协助降低自由基对心脏 与血管细胞的损害 并在维持心血管的健康 有许多的好处 也能够协助能量的产生 与减少氧化伤害 以及改善心脏功能等益处 因此 对于改善心脏衰竭 会有正面的好处 有一项研究指出 辅酶Q10在心脏衰竭之中 特别是 无法耐受其他治疗方式的人 可能有益 另一则14项研究指出 心脏衰竭患者 在摄取辅酶Q10后 比摄取安慰剂后的死亡风险更低 并且在运动能力的方面 也能够有所改善 另一项文献分析指出 辅酶Q10的摄取 相对于安慰剂 能够减少31%的死亡率 并能提升运动能力 目前在减少心脏衰竭死亡率 与改善运动能力上的相关性研究 可能还存在偏差与抑制性 因此还有待更严谨的实验 来证实其效果 13 改善不孕症 现今 许多发达国家 正面临严重生育率下降的情形 这是因为复杂的社会 与环境因素有关 其中的因素 包括经济发展 环境污染 氧化压力 与气候暖化 以及年龄等情形 进而导致不孕 其中氧化压力 是男性与女性不孕症 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并会对精子与卵子的品质 造成负面的影响 导致男性不孕症 与反复流产等问题 根据一项人口调查数据 男性40岁后 患侣受孕的几率 会降低30% 并且 精子更容易会受到氧化的损伤 导致精子的数量减少 与品质较差 进而导致不孕的情形 一则言就指出 饮食中含有的抗氧化剂 可能有助于减少氧化应激 与改善生育能力 并有助于提升 不孕症状男性精子的浓度 与密度 以及活动能力等 女性生育的能力 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 并且 抗氧化损伤的能力 也会因此减弱 使得卵子的数量 与品质降低 腐霉Q10的补充 可能有助减缓 与年龄有关 导致卵子品质 与数量下降的情形 并且可能刺激卵巢反应 减缓卵巢老化 进而改善女性生育能力 另一项研究指出 腐霉Q10被用在特发性弱活力精子不孕症后 显著增加了精浆 与精子细胞的浓度 并且改善了精子的活动性 14 有益多囊性卵巢综合症 多囊性卵巢综合症 是生育年龄女性 最为常见的内分泌疾病 其症状有生殖功能失调 与代谢系统异常 以及情绪障碍等情形 在临床上有超过半数的患者 容易会有高胰岛素血症 与血脂异常 进而大幅提升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在一项研究指出 腐霉Q10的摄取 可改善血糖的代谢 与总胆固醇 以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数值 因此在改善多囊性卵巢综合症 可能有正面的帮助 但目前还需更进一步的研究验证 对于多囊性卵巢综合症的益处 15 养颜美容 腐霉Q10拥有的抗氧化力 可协助清除自由基 并能助于维持健康 减缓皮肤老化 细胞损伤与皮肤层次变薄 以及荷尔蒙失衡等益处 因此又被称作皮肤动力源 依据人体与动物研究后 了解到 在皮肤上直接涂抹腐霉Q10 可能有助于减少紫外线导致的氧化损伤 与皱纹深度 以及增加抗氧化的保护能力 使皮肤能够抵御环境造成的伤害 并减缓老化 与维持皮肤痰润 以及好气色 16 促进新陈代谢 辅煤Q10 能够促使细胞 生成能量 进而提升身体新陈代谢 因此 有助于维持生理机能的正常 与保持身体健康 17 提高运动能力 当立腺体功能异常时 可能降低肌肉能量 使肌肉不易高效收缩 与维持运动的持续性 辅煤Q10 可能透过降低细胞的氧化压力 与改善立腺体功能 进而协助运动表现 因此 能降低剧烈运动后 产生的严正情形 甚至能够减少症状持续的时间 与疲劳的情形 进而提升运动表现 一项研究指出 比赛阶段时的游泳选手 在摄取辅煤Q10后 可能有助抑制氧化压力 与肌肉 以及肝脏损伤标记物的产生 另一项研究 100位德国运动员 每日摄取辅煤Q10 为期六周后 在与安慰剂相比之下 有明显提升高体能的表现 18 降低罹患癌症的几率 根据试管研究显示 辅煤Q10 有可能预防癌细胞的生长 与降低氧化应激 这可能和癌症的状况 与症状有关 当罹患癌症时 体内辅煤Q10的水平会较低 表示当辅煤Q10水平较低时 可能会与一些类型癌症风险的增加有所关联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表示 辅煤Q10并尚未被证实 对于癌症的治疗有其益处 因此 还需进行更多研究 以确定辅煤Q10对于癌症的作用 19 维护大脑功能 随年龄的增长 立腺体作用通常会降低 这可能造成大脑细胞的凋亡 使得阿兹海默症 与帕金森氏症等疾病的发生率增加 大脑含有大量的脂肪酸 并对氧气的需求也较高 所以非常容易 因为氧化压力的关系而被影响 氧化压力的情形下 容易提高有害化合物的产生 因此 可能会影响记忆与认知 以及健康等 依据2019年与2021年时的动物研究 辅煤Q10 可能会减少有害化合物的产生 因此有可能会减缓帕金森氏症 以及阿兹海默症的进展 另一项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资助的研究指出 就算在摄取比通常用量更高的情况下 辅煤Q10也无法改善 早期帕金森氏症患者的症状 此项研究 与其他较小的研究 在2017年评估与结论时指出 辅煤Q10对帕金森氏症 症状并无效果 但能够维护大脑免受氧化的损伤 并可能有助于防止认知的衰退 但还需进行更多研究 证实其作用 20 维护肺部功能 体内抗氧化剂不足 会导致肺部抗氧化能力不佳 以及氧化损伤的几率增加 因此可能会造成肺部疾病 在一些早期研究指出 罹患肺部疾病时 辅煤Q10水平一般都会较低 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现 辅煤Q10与基酸等摄取后 可能改善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功能的表现 与呼吸急促感 以及体成分等 因此 辅煤Q10可能有降低肺部氧化损伤 并可能改善气喘 与阻塞性肺病等呼吸道疾病 在此 特别感谢大家 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 非常期待我们下部影片 再次的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